接下来要进到 主席乡待会定期会 乡镇总质询议程的第一天 新科乡代表高发财开门见山 对于0918强震灾修进度 清水广涉的农冠蓄水池 却都没有水而影响到农民灌溉 另外乡公所超前部署的口号 含的响亮 实际上就连路灯维修 排水沟盖替更换等等的小事 都得要花上三到四个月 乡代表高发财强烈质询 没在客套 去年0918强震至今都已经过了八个多月 却仍有红丹户没动静 以及部落遭震毁的党土墙 仍维持灾损原貌 而另外针对卓西桥旁 被震坏的传统石板无样板 未依传统工法修复 将代表高发财火大直询 其实里面他还有本身的柱子 在那边撑着 所以我在这张讨塌的时候 你们四座我们会进去看 导致就疾问了 他总共导致这个样子 他进了里面 他没有撑住的柱子在那里 所以这个样子 好谢谢那个客厂来送你 把他拆掉就把石头点一点 可是我们香港和我们公所认为说 把他护原 让他成为一个光光的景点 让民众经过的时候 也让他们知道说 富农物组的过去的传统家务 是一个石板 让大家有一种记忆跟回应 让我们话语会继续 新科乡代表高发财开门建山 表明直询不拐弯抹角 接着针对当初在桌青 以及桌乐村广设农冠 蓄水池设施 然而却一滴水都没有 冲击当地农业生产 要求乡公所尽速解决 此外对于乡公所执行工作 朝前部署的口号喊得响亮 但是就连路灯维修 排水沟替换等小事 都得要等上三到四个月 高发财直询痛批乡公所行政效率差 新科乡代初登场 高发财直询活力十足为名喉舌 督促工部门做好各项乡镇业务工作 才是真正的幸福卓西 记者是越南卓西探访报道